《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在講這一節的正題之前 剛剛看了新聞 有人截圖出來 就是的士小巴商會的發言人說 有時都要體諒一下的士司機 他等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上了一個客人 是走兩條街的 你猜他的心情會是怎樣 我真的明白 他也沒有說錯 我真的明白 但是 你就不要做 等一個多小時 你就不要做 沒辦法 有時你做售售 有時我跟別人聊天 很多人都像我這樣 有時會認巢 或是特地走個圈 像是廚徒安患 我都要看你面色 我就很難不屈 沒有辦法 每一行 有穿有不穿 那你可能有時 等三個字 三個字 或者你不用等 一上個客人 去至大旗 你剛好準備收工到元朗 和你老婆吃飯 元朗正好 那又怎樣 這些加加個球 你沒有辦法 服務性行業 你心情不好 我真的認識一些司機 做了幾十年的 她說 不要 不要這樣說 因為我坐車 遇到人 我說不好意思 司機 我住在大埔 新屋家 我在火車站 不好意思 短期司機 只是新屋家 我拿著東西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見到他等了很久 不要這樣說 那司機 他這樣說 喂 你給你生意 我不知道你開心 不要緊 那就要坐的士 然後我們基本上 是不會跳標的 他說 你看我現在一百元 那兒子 這麼快 拿下來 二十元 很好 然後 我們司機 他說 一定要這樣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他如果不是 我自己找自己的品 我家企要什麼 加加有球 這些 這樣算 你成為這樣 真的不夠 但有時候你做每一行 喂 鬼 你哈哈 你兩位 有時候都要緊豬頭骨 緊的 一定的 是吧 就好像我們這樣 就是做門口生意 有時候 喂 不要說賣樓 你這麼誇張 哇 又狗大鬼 又這樣那樣 那樣 撿一批東西 很開心 那你很開心 然後計一計 無理都要四千 喂 有時候我輸錢的時候 喂 可能我蝕著賣 有些東西就是到期了 幾乎六十元 然後你還說 就是到期了 五十元 那怎樣 你緊要 這些行行都是這樣的 對吧 好了 這一節我想說什麼 呢 本來有片 有成的 看直播 就會觸動很多 其實 我 有這個代碼 有兩個話題 我想說 第一個就是 本來我今天說的 不說著 就是關於動物的友誼 第二個就是 這個寄養服務 為什麼我會想說 寄養服務呢 因為其實上個禮拜 還是前個禮拜 還是大前個禮拜 我不斷說過 我有個網友 我們有個網友 他是做寄養家庭 好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流水落花 Sammy那一套 你有沒有看 有 影后 好 也拿了影后那一套 那 老實說 Sammy是否做得很好 不是我這一節要說的話 但是 Sammy在這套戲裡面 他有個加分位 很大的加分位 就是 他真的 你會覺得他是 天美依依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Sammy 很多時候做戲 是有Sammy 感覺的 那 加上有些累積的分數 但是作為這個應該是 假樹峰嗎 我不記得一個導演 第一套的電影 我覺得他拍得不錯的 進步空間當然很多 但是鏡頭有很多很慢的鏡頭 很明顯用的音樂 鏡頭 拍得我們的心態很漂亮 嗯 很有日系的感覺 其實也不是我的話題 話題是說寄養家庭 其實自從我認知這個網友 我很感動 其實那個網友幾年前 他已經上來和我買東西的時候 當時他不是在購買那個B 然後 上星期四個B 在最後一天 就要離開 OK 那 之前兩三個星期 他抱著那個B 就和我說 再走來走 我應該就很難受 我看到那個B 我能夠感受到 人與人之間那種感情 是人來的 然後 上星期日 還有四天 那個B 就和我說拜拜 那時候我應該很想說這個話題 為什麼呢 有些人說寄養家庭去拿錢 是的 寄養家庭其實由以前六七千元 好像去年還是前年 增加到萬一元的津貼 OK 但是呢 如果你想到來賺錢的話 我不排除可能有寄養家庭 是這樣想的 但是 很多寄養家庭 就是 大家上網看 這陣子我就是為了說這個話題 我經常看這些片 OK 就不同機構 不同媒體去拍攝寄養家庭 那你更加會覺得 甚至乎 開頭有錢 始終是人來的 你慢慢會衍生中一種 我要用什麼呢 形容大愛 為什麼呢 畢竟那個 不是你的骨肉 沒有血緣關係 是嗎 那麼 大家搞清楚 寄養家庭就不是領養家庭 領養呢 我想大家明白 OK 就是 永久的 Permanent OK 領養 甚至乎 有些家庭我們知道 去改賣 那些小孩是根據性 那麼如果帶一個 種族的呢 根本有些人 甚至乎 以為那個就是爸爸媽媽 OK 那為之領養 寄養呢 是Temporary 一段時間 寄養服務呢 它分開 寄養 和緊急寄養 OK 但是呢 寄養 即是說 去到一段時間以後 那個小孩 就會回到原生家庭 或者被人領養 緊急寄養其實是一樣 不過是很緊急的 很多時候下午打來 今晚就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小孩 可能有些家裡有些急事 比如那晚 爸爸媽媽媽 撞車 進去醫院 沒有人照顧 那就緊急寄養 OK 又或者 終於 爸爸突然被抓 然後通緝反殺 實在想了一口 沒有人照顧 那就緊急寄養 喏 這些小孩 一般來說 其實都是 創傷當然很大 不管什麼原因 有些個案子 我看下去 當然是有不適的父母 可能 有不適的 是有的 種種 但是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沒有能力照顧的 家庭環境 是不是 那個家庭的環境 現在和我老婆搞離婚 很多種原因 原來呢 這麼嚴重 香港有九百多個 現在參與 在找寄養家庭的工作 家庭 但是呢 很多時候 往往呢 輪候服務的兒童 都是十對一的 那你才會覺得 鼓勵這麼大 原來 這也是 所以我要講這個話題 當然我想做 但我也覺得 我老婆一句 要學這些東西 我不會去爭辯 因為我又沒有耐性 那 我太太又經常回來幫忙 如果不是呢 我自己覺得 即是你很難想像 我希望大家有時間 自己去youtube看看 幾樣家庭 大把片你看 幾百條幾千條 你很難想像 香港這麼繁榮的地方 會有這麼多這些需求 而你問我呢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 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會對小孩子 其實老人家我覺得都需要 但是 小孩子我們會特別是什麼 第一 他的未來 第二 他真的無辜 無論父母做了什麼 或者社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身體有些殘缺 譬如我們看劉水樂花 有個妹妹是有套唇的 或者有些兄道智障的等等 都不是他渴望的東西 而小孩子 我們以為他 小孩子都不認識 他不是的 原來BB 就應對 即是有沒有人疼他 有沒有安全感 是很 alert到 是注意到 當然 如果沒有安全感的BB 他大過 很正常 你會覺得他比較內向 可能對他一輩子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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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說我這麼有感受 我們兩個粉絲 其實都已經年紀了 你是看得出的 他抱著那個B 那種愛 或者那個B 叫住E叔叔的感覺 如果沒有多少家庭幫到他 那個階段 他三歲 一個月收到三歲 他就在院舍大 我不是說院舍一定是那間 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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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樂居 不要說到這麼嚴重 但是 大家想像到 院舍 那個照顧 和你一個正常家庭的照顧 甚至乎有時候被 紀仰叔叔 這些罵 都是一個正常家庭 是吧 這是兩件事 我看過幾條片 那些紀仰家長 照顧了那些 在院舍輪候一段時間 那些B回家的時候 發覺他們 咦 為什麼這裡沒有頭髮 後面 不生頭髮 因為 那些B 後來發覺原來在院舍裡 因為實在人手不夠 就放他們在那裡 他不能經常 會抱他出去逛逛見人 他經常在床上 又怕他滾來滾去 於是可能找些東西 逼著他兩邊 就是 寶寶床已經洗了 他就整天睡了 結果這個位置 就不生頭髮 嗯 我現在用口說 我想如果大家 老爸老母都知道 那種 你猜B 他真的會不會 他真的會沒有安全感 所以 紀仰家庭 這個服務 我不太偉大 是很急切需要的 當然 我看很多個案 就算是緊急紀仰那些 很多時候 緊急紀仰那些 他由緊急紀仰 暫時到越來越長 因為他的家長 可能未必解決到那個問題 而有些不是緊急紀仰 是紀仰家庭 為甚麼 有些為甚麼會住到十八歲 住到 養他十幾年 為甚麼這樣 因為他的家長 一直解決不到那個問題 譬如爸爸媽媽死了 過世了 另外一個途徑是等領養 領養 沒有人可以選擇他們 或者可以配對 社會服務處 或者之類的機構 就算是領養他們 也會有另一個配對 所以為甚麼我會做 這一節節目 我現在播不到影片 希望大家上去看更多 我覺得如果有人 覺得自己有心 都真的可以考慮做紀仰家庭 譬如你說 都半退休 例如紀仰家庭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本身我們已經很不足 但是 還越來越少 第一就是 老化 原來很多紀仰家長 都超過六十歲 例如超過六十歲以上 就出現大問題 他自己的體力也下降 他自己的分種有病 要怎樣照顧你 要他的人照顧 第二就是有些移民的原因 近幾年發生這些事 所以 既養家長是少了 但是既養家庭的 那個兒童的需求 是仍然那麼大 我真的不知道 難道只是一句說 現在的人不負責任 有時候 譬如說 有些這樣的 就離婚了 一向被婆婆臭的 誰知道老婆死了 年紀大 或者跌了腳 那些 那我要上班 大無私讓 我們想 遲了工作也要照顧 但有些人不是這樣 又或者經濟不容許 又或者我男朋友不喜歡 他不想有個女兒 他不想我 難得他接受我 什麼情況都有 但是你想一下 那個小孩 一兩歲開始 他見到 面對這樣的情形 就算媽媽和婆婆 談話之間 他也會知道 你無論當他傻 那你說他 覺得 他會怎樣 人家各個有爸爸媽媽 他自己有個婆婆 照顧著他 那些同學說 誰照顧你這麼好呢 如果你有流水落花 也有賴過這些話題 所以你說如果有個寄養家庭 幫到你手 起碼在正常家庭裏面 圈圈鬧鬧也好 又不用一定要很有錢 他不一定要你很大的 好了 寄養服務安排就是因為家庭問題 而缺乏父母或家人照顧的兒童 暫時入住寄養家庭 令到你的家庭生活得到適當的照顧 等到家庭的情況改善之後 可以回家庭團聚 或者有其他更長期 包括領養服務安排 而緊急寄養呢 一樣 只不過是因為特法或緊急事故 缺乏父母照顧的兒童 可以即時提供短期的家庭式住宿 照顧計劃 政府津貼呢 雖然說現在加到好像成萬元 但其實呢 我看很多這些片 很多時候呢 其實都輸回頭 老實說 給你臭著的 你自己負擔不到 就說 否則有師傭買多一件衣服 多一件衣服 多一件衣服 看醫生 不要輪階症啦 看私家 很多時候都貼腳 好了 那麼 理想的既養家長條件是甚麼呢 你可不可以做到呢 喜歡小孩子 有小孩子 照顧小孩子 經驗就最好了 能為兒童安排 妥善的照顧計劃 家庭生活愉快 生活穩定 身體健康 情緒穩定 25歲以上 有小學或以上程度 家居整潔安全 有足夠的居住面積 願意接受社工的調查 和輔導 其實你不是想做做的 社工都會去看 我看到很多片 很多典型中產的家庭 但亦有很多住村屋 住公屋 其實他最主要就是看你們的家 其實還有一件好 這裏沒有說的 他通常會要求你一家人 都願意接受的 即是你以為老婆想做 老公會很討厭的 或是姐姐妹妹 即是你原生家庭的小孩 你都不能喜歡 這樣就不行了 一定是要全部都覺得OK 但我看到個案 就是說 真的很奇怪 很多 就是 他們抽了個B回去之後 很多時候 反而令到他們家裡 最刁蠻 或者最佳 那個弟弟 或者妹妹 反而會成為 他們最擔心 但反而成為一個 最完善的照顧者 這是人的天性 我覺得 尤其是做拉仔拉女 有個B反來的 他自然會照顧 除非變態 我可以說 好了 現在呢 有個家庭獎勵金 上升到萬一元 緊急照顧每個月萬三元 那你說 有沒有人因為錢 我相信是有的 我相信是有的 但你都要交到功課 因為社工仔會檢查 即是你們做成怎樣 其實就是做 做妓養家長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你就真的接了個小孩子 或者BB 或者Teenage長回去 你就當他們是你家人 這樣就可以了 嗯 好了 那麼 那麼 根據勞工及福利局 最新向立法會提交的數據 香港呢 有951個寄養家庭 796個是一般寄養家庭 155個緊急寄養家庭 但是呢 啊 輪候服務呢 是 根據一項調查所指 每月呢 可供配對的一般寄養家庭呢 就只得29個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明明有900多個 因為已經有些寄養家庭 寄養著他 能夠空出來 一來 可以輪得配對呢 只有29個 就大約呢 而每個月呢 大約有299個兒童 輪候服務 即是 每個月呢 是10個兒童 差一個名額 那麼那9個怎樣呢 住院寫 好了 調查也都說呢 寄養家庭年長偏高 四成人超過60歲 現在不止了 這是一年前的調查 50歲以下呢 只有18.7% 這是很難怪的 因為50歲以下 很多時候呢 還是搏殺階段 或者自己有小朋友 又或者是事業在搏殺 他真的未必有能夠 即是香港的 因為起碼是一個全職照顧者 譬如媽媽在那裡 不用上班的 才可以做 爸爸放工還是幫忙 但是很多時候 一個人都未必養到頭家 所以50歲以下是少的 所以會影響服務的可持續性 而最近的調查呢 超過兩成的寄養家長 表示在三年內會退出服務 只要是因為自己健康情況下滑 有其他人生計劃 可能移民 很難吸入到新的 為什麼呢 譬如阿正 你有沒有想過做寄養家庭 你這樣做小孩子 第一件事 第一個想法 不要說自己是不是要什麼 很大責任 你只是這一下子 真的要負責 也不是說沒有時間 是呀 你真的很大責任 但有時候我會這樣想 如果大家真的有時間 是很大責任 但那些小朋友 你真的很無辜 你問我 可以給他一些愛 未必及得親生父母 但也有很多例子 那些寄養家庭 即是寄養兒童 在寄養家庭一段長時間之後 根本 他就算離開了18歲 都仍然每天回家 一樣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根本就是他媽媽 就是他爸爸 好了 那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這件事 這件事後來的結果是怎樣 我亦都跟進不到 這件事大約是 我新聞好像有講過一下 兩三年前 一個寄養家長 一個寄養家長 想 去直接領養 她那個B OK 但是呢 社署呢 就說不行 OK 因為呢 我們看樓水落法 都有這樣的情形 就說不行 我想樓水落法 因為這件事 是 真的觸發了 OK 好了 那 不單止不行 社署知道去這個議員之後 還要在當晚出過緊急令 想去收B 即是在寄養家庭拿回B 那 於是這個 這個 叫Mathrie的護主 即是寄養家長 亦都找到立法會議員 那時候好像找了 容凱欣 等等 我不肯定 但是那件事呢 是全部立法會議員 都去炮轟 當時時任 社福局局長羅志光 還有一個橫抹的 這是契弟 我們先看看個案 好了 Matthew 即是這個寄養家長 就說 面對疫情 那時候是2020年 OK 他說他在2020年 8月、9月 開始照顧 這個年輕人 X 2020年8、9月 是高峰 好嗎 但因為期間疫情 和複雜程序 的拖延 OK 他本來 他是照顧 X 應該是6個月而已 但是因為疫情 就照顧了17個月 OK 而X 也開始認得人 因為那時候是BB Matthew 於是似乎 向社署 正式要求領養X 社署拒絕 還說 你一旦申請 你如果正式申請 我立即終止你的寄養 將X交托給其他寄養家庭 直到被正式領養為止 他就不明白 是吧 他就算以前 一直都是這樣做 但對BB都是不好 這個是為什麼 以前是否這樣做 我剛才說 他真的 如果BB手抱一個月回來 你收到十七八個月 開始懂得認人 那是否一直看到 你給我們任何人 覺得既然是 最好 這也是當日 謝偉俊 我們開始Record 容何欣那些全部炮轟 那時候 真的是上一屆 他是立法會議員 好了 Matthew 批評 處方做法官僚 希望以BB福祉著情處理 東方日報向處方查詢 兩日仍然未接獲回覆 但在東方日報向處方查詢 處方突然上門通知 說要將Ex 收回給其他既然家庭 涉管 你說 我想這件事 真的觸發了 流水落發的寫法 其中一個段落 好了 Matthew 正考慮申請禁制令阻止 而一直跟進個案的容何欣 真是容何欣 就在大會上 向處方提出口頭質 詢了解程序的基礎 Matthew 說 他兩夫妻都喜歡小孩 太太更加是同事幼兒教育 2018年認識了母親的抉擇 開始成為寄養義工 短期 他們是短期的 他們短期照顧租養的幼兒 因為疫情的關係 Matthew夫夫經常在家裡工作 工作時間地點也穩定 就決定長期做寄養 照顧友誼 到了他 正式被領養為止 為期最多四至六個月 但經常都有這些 除了疫情之外 有種種原因 Matthew 前年八九月 開始照顧阿X 阿X一出生 就被父母棄養 原定Matthew夫夫夫夫妻 照顧阿X四至六個月 但因為程序問題 疫情嚴重 一直寄養 就拖到現在差不多十七個月 Matthew認為 寶寶已經超過一歲 認人 如果現在再轉去另一個家庭 對他發展不好 兩夫婦亦都願意領養 於是Matthew就聯絡社會福利處 提出領養 我們覺得很順利成章 我再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今天沒有播相 Matthew夫夫夫夫妻 家長不是很老 而且你看家屋 典型的香港中產 有受過教育 有足夠的經濟各樣能力 去照顧Matthew 好了 社署拒絕要求 他說 領養和寄養不同 寄養家庭不能領養 要領養 你首先要放棄寄養資格 即是不讓Matthew直接領養 如果你要領養 就會配對其他寄養給你 而Matthew一旦正式申請 就會馬上終止目前的 X的寄養期 將X交給其他寄養家庭 去短暫照顧 直至被正式領養為止 這樣說 Matthew就反問 喂 我連他轉一次家庭都不想 你現在要轉他兩次 還差 為甚麼 因為由Matthew去到另一個寄養家庭 然後等另外一個領養家庭 去領養他 一個月後 香港家庭福利會執行委員會 蕭穎儀 就認同Matthew的決定 於是責民到社署反映去做法 不利啊 X成長 Matthew又說 如果直接領養 不是不行的 第一 法律上沒有明文禁止 寄養後直接領養 領養和寄養家庭的要求 都是相近的 這個很明顯 難道 你領養我要這樣 等等等等 寄養那個就混蛋了 屌你了 你全家庭吸毒的 我都叫給你寄養 要求相近的 根據領養條例 只要社署署長 法庭 或者應可機構允許 就可以著情處理 真的 為什麼我會說回這段舊文呢 你明明是可以著情處理的 嗯 你到最後 這個是羅志光 不是現界的官員 但是這個真的是 全家產來的 你明明可以著情 為什麼不著情呢 這些是官僚 嗯 又或者你開頭擺了一個 決定 不可以turn down自己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小孩 有沒有想過這個領養家庭呢 是吧 好了 好了 柱方再回應 這個是一貫做法 是按照既定政策 我只是呢 只是解釋呢 用恰當的配對程序 或是配對合適的領養家庭 已經有一個家庭 有一個感情 跟他照顧了十七個月 亦都願意領養 去條件也都OK的 為什麼還要這麼僵化呢 好了 嗯 阿Matthew 批評 社署回覆公式法 好像copy and paste 沒有解釋 作工官僚 沒有考慮到阿X的福祉 不是為嬰兒的立場去想 違反了照顧的責任 他又擔心 如果一旦再將阿X 交給其他既養家庭 短暫照顧 會阻礙阿X的成長 那他也都呢 德式有很多既養家庭 都心有同感 所以呢 集完簽名呢 向社署反應不果 唯有就向立法會議員 容海恩求助 那他們翻查 阿Matthew會翻查資料呢 咦 不是的 原來至少有兩次 由既養家庭 直接領養所照顧的幼兒 其中一次呢 更加獲得傳媒報道 證明這個做法呢 是合法的 只要社署處長 應可機器和法庭呢 作為程處理就可以了 好嗎 阿Matthew呢 解釋 社署為何這樣做呢 就是為避免人選嬰兒 OK 避免人以寄養家庭的身份照料 有餘期間呢 去選合二的嬰兒 難明白的 但是呢 阿Matthew說 自己不是這樣 而且這次呢 是屬於特別情況 阿Matthew認為 回應的最後 我這件事呢 我明天會跟進去 羅志剛的回應 就是說 沒有啊 這個是一般程序 是吧 我們當然是用 人性和照顧兒童的利益 來考慮先 因為有例子證明 寄養家庭 是不適合做養家庭的 譬如 好似寄養家庭 我家長年紀很大 六十多歲了 那怎麼做 寄養家庭 但是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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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寄養家庭經濟環境 又不理想 未必是適合做 你寄養家庭的 但是這個 亦都經濟環境很理想的 我看下去 OK 那 他說 不過這句是 一般情況而已 我們強 他當時強調 不是一刀切 那不是一刀切的 那Matthew的條件 非常之好 我覺得 是吧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所以這件事呢 兩三年前其實都被 這些建制派議員 均到七彩 其實呢 你一去到這些人的事呢 特別關於這些兒童呢 你怎麼可能 這麼 硬挖挖去呢 這個小孩子 沒有了 他應該享有那個愛 能夠有其他家庭 給他們 無論是 既養家庭也好 領養家庭也好 喂 我們真是 樂見其成 真是影響他成長的 大哥 是吧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呢 都可以嘗試一下 去理解一下 看看有沒有自己 有沒有能力條件 不過心臟質疑很強 但我就做不到 我心臟 所以我們的網友 你今天呢 你我相信 你有聽過節目的 你聯絡我吧 因為其實我都很想 釐清我 為什麼呢 我看到一些既養家庭 可以從小時候 養到這麼大 為什麼他說 要一歲至三歲 是怎樣分的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 好 明天再見 希望明天直播成功 拜拜 其實問你是不是 有衣服的 既然不一定 他是用不說 對 稀金 會 Like